白鹿和张灵鹤连妹出演了电视剧《宁安如梦》, 这部剧目前的预约量已经高达634万, 是当前平台上的第一名。 白鹿是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明星, 近年来她的成绩不俗。 凭借着一部接一部的影视作品, 她稳步站稳了娱乐圈的脚跟, 同时也得到了越来越好的资源支持。 她的性格和真诚的个性也赢得了大批粉丝, 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更是让她获得了无数的关注。 白鹿在综艺领域表现出色, 这个领域似乎是她的天地, 可以说她的未来发展前景一片光明。 张灵鹤同样是备受关注的小生演员, 虽然她还没有一部爆款男主代表作, 但她一直被认为是潜力待发的新星, 资源也相当不俗。 她的外貌和身材都具有突出的优势, 并且已经在一些角色中展现了出色的表现。 她手头还有几部备受期待的大制作代播剧, 只需一部爆发, 就可能迅速展露头角。 白鹿和张灵鹤连妹出演了电视剧《宁安如梦》, 这部剧目前的预约量已经高达634万, 是当前平台上的第一名。 人们对于这部剧的期待之情可见一般, 从花絮和预告片来看, 该剧似乎充满了吸引力。 然而宁安如梦曾经定档过一次, 却因技术问题被迫撤档, 这使得观众的期待更加高涨。 剧中的人物设定也颇具吸引力, 女主角经历了两世的生命。 第一是她过得颓废, 而第二是却实现了自己的圆满结局, 理解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 白鹿和张灵鹤因为合作这部剧, 也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颇朔迷离。 他们一直被转位绯闻情侣, 许多人都猜测两人的现实生活中是否有感情。 尽管两人曾被拍到一起度过中秋节, 但双方都未对此回应。 关于两人关系的看法众说纷纭, 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。 近日, 两人带着相同款式的手串再次成为热搜话题, 引发了有关两人关系的讨论。 然而, 无论怎样的绯闻, 最终的真相只有他们自己知晓。 事实上, 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, 因为这个突然出现的消息或许暗示着 宁安如梦即将播出。 在此之前, 已经有许多消息表明该剧即将开播, 因此这个消息很可能是真实可信的。 白鹿和张灵鹤作为演员的合作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, 两人在宁安如梦中的表现如何也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。 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和默契能否在剧中展现, 也将成为观众关心的焦点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